来到即场假老子有问必答的环节 如果大家有什么股票而难 可以争取时间打电话来 又或者是电邮给我们 电邮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我先介绍我们这节的嘉宾 就是来自我们野财证券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王伟豪先生 Wafi Wafi 你好 你好 先看看电邮方面的查询 要看看就是一位叫13的观众 他想问Wafi 问一问就是12300 他之前在高位的时候就买了 说自己亏了很多 在过六的时候已经沽了一半 想问还有一半应该是长渣 还是等什么价位而沽 还有如果沽了的话 又想趁低位去入 问得很详细 还是说换马 他想到根据NAV 每股正值资产和PE方面 去看一看股份应不应该值得持 我多详细 要慢慢回答 的确 如果先重回股份 譬如NAV或者PE去看的时候 我先说 很多时候大家都有疑问 就看地产股 或者不论内房 本地地产股也好 很多时候大家都说NAV这方面 当有大折扬的时候 就是大折扬的时候 就觉得有个机会 股够上回这个水位 但其实内房是否这样看呢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就未必是 如果你的资产质量NAV方面 只是比较是本地地产股 比较可取一点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以策略地计算 其实以内房很多比较 譬如一些大的内房 例如688、109来算 其实他们现在的股价 对比NAV方面 其实不是质量 是大的日价 所以这一点看起来 好像已经不太吸引 但其实股价也继续升上去 所以其实是否只凭 质量这个因素推算这么一升 是比较难说的 反而整体上看 我只要看到内房一样 就是大的内房股 很多股价都存在一个日价 不是一个折扬 但反而很多小的内房股 譬如1238、124、177 这些比较小的内房来计算 反而有一个折扬 所以我觉得只凭这个 是一个大小去看 而不是实际有没有能够升 或者跌去判断股价 然后在PE方面 现在历史PE1.5倍 好像很吸引很便宜 但其实如果以今年头半年 业绩比较倒退之下 推算以往全年来计算 今年的预测PE 其实有5点多倍 即是上升一点的 虽然也不是贵 但起码不是1.5倍的吸引 所以我觉得 如果1238高分 只要一场持续的时候 变相就真的不是太建议 因为始终它比较小一点 也比较波动一点 我觉得比较比较小 如果你一种内份都做得好 我相信它也会做得挺不错 如果之前沽了一半 过六昨天高位沽了一半 那还有一半怎么处理好 当然如果现在只有一半 我觉得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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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然看大约1.5毛7 1.5毛6的价位 未来会再穿下去 如果不再穿下去 那一半先持续持续 但如果穿下去的时候 我会建议可以的话 就再进一步减一减磅 因为记得个势头来说 其实有点像今年2月份左右 又是突然几枝的大洋竹大成交上来 但你看到都知道 升完之后 其实很快就慢慢下来 所以都怕有些相同的效应 所以我都先看一个5毛7 如果短视穿下去 考虑一点点去走货 另外ESM也有留意到3333恒大 它是想来炒短波幅的短线炒 恒大使用价价价价价价价3.3千元 升了1% 又是内房股 这只物品有什么看法 内房来说 其实其实 近期都比较强势 之前都很多多多提过 之前有一线的内房 例如说6800和109等等 じゃあ是23线的内房股 例如影響公司另一隻12300為例 輪流炒 所以是否有什麼好因素或情況令到個別的內房升上來 是比較難說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只是持憑資金的炒法 先追踏內房股 但正如自己也持有12300的時候 變相就不太見再加多一隻內房股 更何況來說三三三好恆大 其實不斷 當然以它實質來說不是很差 但以我正常的方法來說 我自己對內房對它這隻比較忠誠 所以如果真的要選都未必選到它 所以如果你真的問到它的時候 而且另一邊商也有另一隻寶龍的時候 我自己建議就不要再加多一隻三三恆大 另外就是兩隻內銀股 就是939和1288 建行和農業銀行 看到兩隻來講都是想炒波幅 分別現價在建行做5.93 圖三升銀兩先 而農業銀行在做3.4升銀三先 兩隻來講有差不少波幅嗎 如果兩隻來講都一樣 選擇其中一隻 當然你說從一向自己的喜好來講 一向是建行的 但如果回到近期的圖會來講 可能農行會比較有炒作性 因為農行來講現在是3.4 只要破到現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變相可以試回大學之前的高位3.5 我都可以有這個水位去看 但反而九三國健康來說 你記得近來幾次都是6元 哪有阻力的 雖然這次我都覺得未必破得到 除非要以短線角度考慮的時候 農行可能比較可取一點 好 跟著多謝了這位嘉寧觀眾的電郵查詢 轉來聽聽就是嘉寧觀眾的電話方面的查詢 先看看就是林小姐什麼問 林小姐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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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期指結算員現在行商指數這麼高 還買不可以貨 還有我現在就看三隻我想選一隻 一個是1833 銀貸 一個是國策股257 港大 還有那個是2689 2689 是的 這個紙葉 這個紙葉如果買好不可以長大 好 先說嘉寧觀眾 都很清晰聽到的問題 先說大市方面 現在來講買貨好不好 如果你說大市來講 昨天結算了 看到市仍然做得比較好 甚至結算完之後 今天仍然保持著一個不錯的聲勢 但正如嘉寧觀眾這樣說 去到2萬2的水位 究竟博不博得過 或者現在入市好不好 我覺得仍然是比較安全的去看 其實要買貨要追貨 不是這一刻去做 因為始終來說 剛才說得沒錯 時底不是差 或者仍然是響好 但始終來說 靠近2號高位2150的時候 其實距離現在大概只有百多點水位 你說能否破到 也算是未知 如果2號高位2150 不能破的時候 變相依然有個反覆去到代表格局 即調整下來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可以這樣看 一來的 這個價位就不要這麼考慮 當然看看後市 未來2150能否破到 破到位的 甚至會再配合成交大的 才會追回國賓的股份 但第二來說 如果不能破下來的時候 壓近大概20天線左右 216這位置左右 反而現在2萬2的區間 我覺得是比較尷尬 林小姐有三隻股票 你留意到 我想選擇哪一隻比較好 分別是257中國光大 現價做3.71 升超過1% 另一隻是183銀貸百貨 現價做9.01 升不足1% 另外九龍市業 編號是2689 九子現價做5.7 升兩先 升方不足1% 另外家庭公司提到想問一下 九支能否長渣 三隻來講 選哪隻好 以現在的勢頭 或是個別股份的圖比來說 我記得選擇2689 以現在這個走勢 是比較靚一點 甚至自從李民族出現業績之後 大家都知道 對於資業股的看法還是改善了 甚至覺得對行冬期期過去了 第四季始終有個需求性回暖之外 價值都可以升幅 甚至成本也有一個舒緩的壓力 所以大家都覺得 這個季尾或是下年的年中之前 相關支付也應該會做得不錯 所以我覺得如果想買 九支可以有效果 甚至來說 當然是不是太長線 現在就比較難說一點 始終大家都有比較憧憬為主 我會比較中線 暫時可能拿到下年的第一季尾 看看有沒有一個不錯的 有的 我覺得也可以去考慮走一課 但是當然如果價位上看的時候 九支是甚麼位置去考慮 或者是甚麼位置去進 比較安全一點 看看有沒有機會落到五個四這邊位 去到五個四左右去入市 到時來說 可以先以大概六個二至六個三 這價位做中線目標價 反而下面來說 如果五個四入貨的時候 穿一條五十天線 大概五元至五個一左右 才考慮支持離場 可以嗎?林小姐 謝謝兩位 謝謝你的電話 接著看看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今次有優小姐 優小姐你好 主持,早安 早安 想問哪隻股份 本來問1月3日 剛才你回答了 我想你給我推介一隻內房股 你推介哪隻會比較安全呢? 剛才Wafi也說了幾兩隻內房股 聽我來說 想聽你有甚麼推介 內房股方面 你現在來講選哪隻好 當然 內房股 一向跟大家說要選擇 一定選擇龍頭為先 因為如果以安全角度考慮 整個版法 其實這一層抽號比較多 如果這一層選擇比較二三線內房的時候 風險可能相對比較大 因為到時一回升一跌 可能會跌得比較急 所以要選擇 先選擇龍頭 當然如果你問到龍頭大股 一定是688和109 但如果用我自己的喜好來講 究竟是哪一隻 當然我自己一向比較留意開 或者喜歡的一隻內房股 就是960 雖然它不是最龍頭的一隻 但起碼那個位置來講 其實都算是一些 蠻纏烈的一個內房企業 所以選擇它 我覺得只是剛才所說的擴跌力 都有在 甚至你記得其實龍湖 實質基本銷售的面子來講 雖然不是最標青的一隻 未至於像個月股份的超標現象 或者這一刻都未達標 但始終我覺得達標的可能性 都是比較大或者比較樂觀的 甚至從股價來說 其實它一向都很硬正的 看得到無論中間經歷的配股好 或者主席的一些離婚傳聞都好 是跌過 但跌完之後其實很快又翻上來 即是未正式穿過二天線左右 所以面上我覺得這個擴跌力 其實是非常足的 如果真的要選擇的時候 我依然是挺建議 可以留意這隻股份 但當然 其實比較難後一點靈架入 因為剛才講到筆斗比較強勢 所以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的小小調整 下一個二天線左右 14元鬆一點這位置到吸納 到時我會覺得 其實以之前的高位15元口 或者再高一點都可以去示範 暫時我會覺得 如果真的推薦內房的話 自己比較選擇一隻狗零龍湖 對呀龍湖現在繼續 14.76元升1% 可以不可以 邱小姐回落一點點才買 OK 我請問多謝 是 請問多謝 中海油田2883 是 早生有貨 有貨14.66元入了 我想請問 如果短線或者中線去到什麼位置 好 那14.6元買了 現在來說14.98元 升1% 升了兩毫子 今天家庭觀眾有貨 什麼位置沽比較好 14.6元有貨 現在有輕微量在手 但以中短線角度 看看什麼價位 暫時來說 暫時來講 始終升了比較多 所以我都覺得 暫時上網空間未必太多 初步來講 以圖表來看的時候 以之前幾次高位 約15.3至15.5元 因為你記得之前 早幾天有一次 甚至9月底 10月底 都差不多15.5元 這價位 所以我可以看大約15.3元 這邊位 做回初步的目標價 謝謝邱小姐的電話 接著聽聽下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今次有楊小姐 楊小姐你好 早晨 花子早晨 請教一下你 莎莎近來都升了很多 請問回下來什麼價值好入呢 看到莎莎國際 178元 現價正在做6.34元 這一刻跌6元 跌幅不足1% 其實之前中期的業績做得不錯 看到升勢繼續持續 那家庭觀眾想買後什麼位置才買好呢 當然啦 你說三收方面 其實也一樣 受業績好的帶動 其實是不斷向上升的 但正如家庭觀眾這樣說 都比較合理 他都覺得升到水位比較高 甚至以估值上計 大概25倍26倍PE的時候 其實真的有一點 叫做不是太吸引 我都可以叫稍微胡立一點 再做一個吸納 因為以基本來計 它的消瘦層面 就不是太受這刻市路的氣氛影響 變相來說 都會值得投資得過 但剛才也說到 價位來說比較安全一些 先下一點 但如果在逃避來說 究竟下什麼水位比較安全一些 當然比較好一點的價位 當然是20天線 大概5.9左右 但你看到自然業績之後 其實不斷都未試過20天線 所以我覺得 再看看有沒有機會6元的位置 就已經可以去試一試 到時來說 如果6元入到市 我覺得初步以一成左右的利用 6.6左右做到目標價 反而以下面來說 假設穿得大概5.5至5.6 這邊位才考慮止蝕 可以嗎?楊小姐 想再問多一隻2382 好 什麼位置才能入呢 好 上月光學現價在做 5.08 暫時來說沒有升跌 交投來說不算很多 應該怎樣看 如果這隻來說 交投的確不是太多 甚至是炒 就是炒之前iPhone的概念為主 所以我覺得要炒起來來說 近期未必有一個好 甚至以逃避來說 剛剛穿了20天線樓下 變相有點見頂回流現象 變相我覺得這隻股份 先等一等 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到4.8 50天線有支持 如果有的才考慮試一試 好 接著聽聽下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今次有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你好 早安 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1 2 2 4 本身自己有沒有貨 我昨天買了2.36 但我見到他的走勢 因為他可能已經是高位 是不是應該趁短線要走了 我怕他回落的時候 跌得很慘 是呀 見到家庭觀眾 在2.36 其實的確聲勢來講都挺厲害 這幾天才創了52週的高位 現價在做2.42 聲韌來講就是1% 還有得升 不過家庭觀眾比較擔心一點 已經去到比較高一點的水平 是不是應該穩威先走了 的確是 我覺得開始叫穩威考慮就要走 因為這隻中原置地來講 在內房比較小一點 跟剛才1.2300差不多 變成我覺得以2個圖表來說 封回昨天低位 大概2.34 假設穿得到2.34 兩格就輸了他走了 如果2.34短線都不塞的時候 繼續拿著先 以昨天高位2.5 做初半目標價 好 家庭觀眾的反應比較熱烈 我們這節時間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進了什麼疑難的話 都可以打電話來 我們在未來的問題環節 都會陸續和大家解答 這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Rafi 麻煩你再做個申報 剛剛所說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Rafi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另一位 主持人和大家跟進大事走勢 謝謝Rafi 謝謝Rafi